Hello! Welcome to my channel Pokken talk about Godzilla This is Pokken OK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是由X-Plus所推出的載版1962發光版 它有什麼不一樣 它附了一個remote 我們先從外觀來看 跟以前一樣黑白的一個配色 然後沒有金證 沒有金證的賬 我們以前說過了 你的貼紙又掉了 只有它後面這個 還在 那我們就一起將內容物拆出 OK 我們已經將所有的內容物拆出 它就是一個本體 跟前一版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還有附一個尾巴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特點小人 劇中有一個太平洋製藥廠裡面的Sales 跟這個1962的哥吉拉有什麼關係 他們希望能夠找一些新聞 勘察了金剛所在的島嶼 潛水艇撞到了冰塊 把這隻62哥封印的冰塊 把它放出來 兩隻就對打了 那我先從這個小人開始說起 如果以一般的膠這樣子來看 它其實是極限的 異色率沒有問題 幾乎沒有分模線 算是一個蠻可愛的一個特點 很適合這一隻啦 擺在它旁邊 然後再來就是防塵蓋 電池的部分在這個地方 腳邊過網啊 只要我們看到滾筒式 它都不印字樣 來你看這次它印了 算是有誠意啦 這隻車尾巴請你小心 不要往洞內灌 因為它這隻會發光 有可能的傷害我們都不要做 推那個屁股的唇的邊邊就好 免得它的發光器啊受損 搬了洞就OK啦 一次就進去了 其實很好進去啊 它有附一個尾電 把它放在這 我們就要來講一下這個全身上下的細節 就是它這個身體啊 銅膜變發光板啦 講白的就是這樣啊 金剛哥的前面是有紅色的 它的眼睛啊 很像二重膠 同仁是浮起來的 裡面還有一個眼白的顏色 外面照一層透明的 這樣在噴一個黑點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皮折感 手背貓下去 我跟你說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皮套感 它在裝扮1962的時候 你有看過他們穿那個皮套嗎 身體都會捆透明 可能這個地方不夠 我之前啊 有一些壽友來我的展廳看啊 我就說 這個是不是之後就凹進去了 它有乾刷 所以不太怕強光下去照 再來我就要特別講 它的手指甲跟腳指甲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那種黑色 應該是有上保護漆 但是沒有透明漆 所以是消光感 奇異點的時候 我說我不是很喜歡那個腳趾的原因是這樣 它上那個透明漆之後 感覺會有點塑膠 這個雖然消光 但還是有保護漆哦 保護漆是必上的啦 因為如果不上的話真的很容易掉水 再來就是這邊啊 如果坐影也區隔開來 不會總之看起來喉嚕嚕 這個凸起來這個地方啊 你知道人沒有到爬這裡 大概就到這裡 它又有弄一些填充物嘛 所以多次就變成這樣 如果我有講錯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糾正我 好好說話 不要見門就... 這邊好可愛 這邊見了 要不要喝到哦 謝謝指教 Sawadika Kapunka OK 好好玩怪獸 不要弄得好像那麼恐怖一樣 還有那個證明魔人也是一樣 為什麼我每次都要講 Gergy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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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酷斯啦 恐龍 Gergy 那我們就來把1962的限定版翻出來 做一下 OK 我們已經將1962的限定拿出來了 這支限定版沒有非追不可的那個必要性 我們一般拿那個日光燈 它應該就會續光 可是續光能力超差 必須要用紫外線燈先讓它洗紫外線 才勉強拍得出來它的續光 這一支啊 發光為什麼就好 LED是深入背景裡面 我覺得這蠻好的 因為以前就是大概只有到背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一直沒有招紅金剛 招紅金剛其實S Plus有出 但是沒有出去 我就很想找一些發行商 問他們要不要出金剛 可是我覺得他們應該是不肯 因為那個沒什麼人買單 其實狀況就是這樣 玩具商喔 你們一般都要敲碗 說要出什麼要出什麼 所以他們都有考量啦 比方說 機械G多拉 S Plus 為什麼不出 我的猜測 太早攤王牌的後面沒作品 就像我們玩那個 聖鬥士星矢生意神話一樣 它周邊角有很多可以出 然後死就不出 特典的時候才出 大部分都是吳小強啊 輪著一直輪 就像哥吉拉一樣 再版再版 一個小動作 一個發光 一個素體 金剛哥就這樣了嘛 同一個東西再賣一次 比較常發生的就是 海洋卡 那個八九哥 也有開單啦 八九哥啊 我要特地講一下 就雖然買起來大概三四萬塊 可是它的塗裝費加一加 大概要一本 十萬啦 金剛哥真的很呆萌可愛 其實在昭和歌系列裡面 1954跟金剛哥 這兩款真的是最熱門 各有各的愛好者 可是我是說以多數來說 因為金剛哥跟金剛對打那個經典畫面很多嘛 傳奇宇宙的時候也有致敬過一次 拿那個樹擦喉嚨 那我們就一起進入細節展示階段 我們見面借了 9 CC Jahren 1 2 2 1 4 2 2 2 8 4 3 2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大叔今天好像没有特别的在这个作品上面勾售什么讲解 我这一次已经播过了 它这个再版你可能想听的就是它有没有优化 优化的点就是这个贝奇发光然后附一个特点 比较都跟原设定一样 所以我真的也没什么好讲的 缺点我觉得就是疙瘩吧 它就稍微涂起来一下这样 旧版没有 如果你把昭和歌摆一整盘的话 真的是烏噜噜啊 我有朋友在开玩笑那大扫厨都不用傻 你知道为什么吗?天然旧化 因为它本来就黑了 你灰尘能卡多重啊 歌迪辣可不可以用水洗? 但是它如果有电子产品的话 不如可以慢慢刷 拿牙刷慢慢刷 大家一直在问我说 我在清洁的那个腮红刷到底去哪里买? 屈层寺就有在卖啦 那个超好用很细致 那是女生在擦腮红用的 所以不伤皮肤当然不会伤你的科技啦 分膜线補的怎么样? 一样 那两支的分膜线一样 近看看得出来 你大概会知道拆件在哪里 可是远看的话看不出来 这也是XP的一大工艺啊 真的是厉害 那你说XP啊 它有没有做分膜线遮盖 我跟你讲 没有还让你看不出来就厉害了吧 它的那个切口不是平整 凹凸的 你在装上去的时候 是对应着那个切口这样进去 我有一个客人他的腿坏掉 然后拿来让我装 装的时候我也在担心 那个分膜线会不会很容易装 所以居然没事 看得到分膜线 但是接点的皮肤是完全match 就真的技术很厉害 所以大叔就真的很喜欢XP的这个原因 OK 那大叔聊怪兽 祝你会放到这 下次见 掰掰 开箱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掰